缺悟是空隙 生命殿逝与您一同呼声 祝您真的缺悟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红蟹大迁徙 在蟹岛的热带雨林中 生活着颜色像火苗一样明亮的红蟹 这些原本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 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陆地生活 妈妈,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红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雨季来临的时候 这些红蟹又要开始进行大迁徙了 大迁徙?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啊? 他们的后代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 才能获得生命 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 红蟹们都会进行一次浩浩荡荡的远征 从蟹岭高地向海边迁徙 原来他们真是为了自己的宝宝 才进行迁徙啊 红蟹的迁徙是一个艰难困苦 危机四伏的历程 整个迁徙过程将会有难以估计之红蟹 刻死他乡 大家注意了 前方是我们迁徙过程中第一道难关 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伴在那里丢掉性命 所以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 知道吗? 那里究竟有什么危险啊? 炙热的路面本身就能让我们致命 更何况还有来往的汽车 我的这只蟹夹就是被汽车压断的 啊,原来有这么危险啊 看来我必须要小心一点的 红蟹的腮肉虽然退化了 不再具有呼吸作用 但是却可以迅速吸收或者散发水分 炙热的路面一旦将它们腮内的水分蒸发干了 无论多么强健的红蟹也会一命呜呼 快,我们要赶快穿过公路 啊,好可怕 快跟上 趁着现在没有汽车赶快穿越过去 快,趁现在我们也赶快过去吧 啊,救命啊 啊,太可怕了 这里真的非常危险啊 简直就是地狱入口处啊 啊,好了 我们继续赶路吧 这一关,我们算是过去了 但是,以后的危险还多着呢 啊,是哦 经过一天的跋涉 红蟹群开始休息 但这时候也正是肉食蓝蟹觅食的时候 它们也要去海边繁衍后代 但它们总是走在红蟹大军的后面 这样一来 便会有充足的食物补充体力 而它们的食物就是那些红蟹 啊,救命啊 蓝蟹,是蓝蟹 天啊,蓝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狐巴们,蓝蟹出现了 我们快团结起来 将它们赶走 尽管红蟹的眼睛不像蓝蟹那样适应黑暗 尽管它们的身体和钳子比蓝蟹小 但凭它们的数量也能像洪水一样 把蓝蟹淹幕 我的朋友,它就这么死掉了 就这么死掉了 不要太伤心了 每次迁徙总是会有很多同伴死掉的 唉,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早起继续赶路呢 明天?不知道明天又会遇到什么灾难 明天,我们将穿越铁轨 被太阳晒过的铁轨,温度非常高 一碰上去,就会被烤焦 天啊,那不是又会有很多同伴因此而丢掉性命啊 所以,我们尽量早点出发 趁着铁轨的温度还没有升起来 就赶快穿过去 嗯 快,你们快从我身上爬过去 这样,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了 不行,我们要去救它 不然它会死掉的 不,我们快从它身上爬过去 为什么?它还活着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知道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和太阳赛跑 一旦阳光直射到铁路上 我们同伴用自己的身体搭建成的保护层 便会被烧成灰烬 那样的话,我们谁也无法通过 接下来,要经过的就是一座桥 天上的鸟儿正等着这群红线美食的到来 哈哈,太棒了 美食送上门来了 对呀,这一天我等很久了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哈哈哈哈 不好,空中有危险啊 大家镇定,不要乱,不要乱 经历了千辛万苦 这群红蟹终于来到了海滩 它们开始在沙滩上挖掘各自的新房 这时候,蓝蟹种群也赶到了 这绵延几十里的沙滩无法容纳所有的熊蟹 战争无法避免地发生了 你们俩快钻进沙洞里 我帮你们守着灯口 那些蓝蟹好可怕 不要害怕 独臂大哥会保护我们的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强盗闯进洞里 每一块功夫 一大片的沙滩上 不再有一只爬动的红蟹 只剩下遍地的蟹尸 它们将会被海浪带回大海 带回到它们祖先生活的地方 啊,怎么会这样啊 独臂大哥,独臂大哥 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 它还活着,独臂大哥还活着 好好活下去 让你们的孩子活下去 交配完的熊蟹会离开海滩 返回蟹岛的丛林 而雌红蟹则会独自留在这里 不吃不喝不动 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 长潮了 我们的孩子要回归大海了 宝贝们,快点长大吧 快点长大吧 哎呀,怎么回事 天啊,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突然会有一个大浪 将我们打上来啊 你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你身体里还有很多宝宝 还有一些没出来呢 嗯,好的 孩子们,我的孩子 愿你们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 经过二十五个日日夜夜的阴阳更替 经过夜而再,百而迁 千而万次的海浪冲击 这些蟹子变成了机体健全的右线 向沙滩涌来 哈哈哈哈,可以饱餐一顿了 太棒了,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啊,我们快离开这里 这里好可怕啊 我们要回到丛林里去 孩子们,我们的孩子们回来了 欢迎你们回来 生命的力量超乎人类的想象 这些红蟹为了繁殖后代 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 据统计 在蟹岛上 有成年红蟹一亿两千万只 每年迁徙过公路 会死亡七十至一百万只 过铁路死亡十万只 被鸟类 其他蟹类捕食 也有十万只以上 如此惨重的伤亡 只为了延续种族的继续繁衍 经过种种的考验与历练 存活下来的红蟹 将继承前人的一波 继续带领着后代子孙 前往海边去繁衍生息下一代 大家小心啊 前方是我们迁徙过程中 第一道难关 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伴 在那里丢掉性命 所以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 通过那里 红蟹用无比坚强的毅力 一路披荆斩棘地 度过种种困难 就是为了延续下一代的生命 当我们有能力时 也应该帮助它们 平安产卵 安全回家的啊 猎人与马路 保育类动物马路的路胎 是非常名贵的补药 因此很多盗猎者会潜入森林 猎杀母马路 有盗猎者就有保护马路的护灵员 住在森林边缘村子里的老猎人 阿泰 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护灵员 记者小姐 你看 她就是阿泰叔 阿泰老伯 有记者来采访你了 阿泰老伯 我是报社的记者 我又没有做过什么丰功伟业 哪有可采访的事情 还是请你报道别人了 哎 阿泰叔 你谦虚什么呀 你怎么没有可采访的 这些年 救了多少只马路啊 你看看 你准备的这些药 这不都是为那些受伤马路准备的吗 药报道你的功绩 可多的呢 是啊 阿泰老伯 你可是多年连续获得优秀护灵员 我们都说你是马路的保护神 马路的保护神 怎么会没有故事呢 是啊 阿泰老伯 我采访你的目的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故事 然后能像你一样 成为马路的保护神 哦 如果你们也有那么一段 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相信人人都会成为马路的保护神 阿泰老伯 你究竟有一段什么让你念念不忘的经历啊 你们不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可是村子里枪法最好的猎人 尤其是猎杀马路 不管多聪明的马路 都逃不出我的手心 因此那时候我被大家称为马路客星 啊 真是令人无法相信啊 被称为马路保护神的阿泰叔 在过去竟然被称为马路客星 是啊 阿泰老伯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从马路客星 变成了马路保护神啊 我真的很想听听看的 你快说吧 是啊 阿泰老伯 请你把你的故事说出来吧 我想你的经历会感动很多人 投入到保护马路的行列中来的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想听 我就讲讲过往 跟你们分享好了 那时候我还年轻 家里正准备盖房子 要知道盖一栋房子 可是需要很多钱的 为了赚钱 我便拿着猎枪进了森林 希望可以多猎杀几头马路的 哦 一只怀孕的马路 真是太棒了 用路胎熬煮出来的路胎高 价格可是非常高 上天真是助我呀 哈哈 那头摸马路的嗅觉和听觉 十分灵敏 她闻到了人的气味和铁的味道 于是便准备逃跑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啊 真可恶 猎枪竟然在这个时候卡蛋了 哎呀 她要逃跑 哈哈 跑不动了吧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哈哈 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快让我追上了吧 啊 那是一个很深的陷阱 除了会飞的鸟儿 我想没有办法能从这么深的陷阱里逃出来 哎呀 好痛啊 真可恶 竟然掉到了陷阱里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朝这个地方跑来 我也不会掉到这个倒霉的地方来 哎呀 可恶 爬不出去呀 这下要怎么办 挖这个陷阱的人 很可能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来查看的 那我岂不是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面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那就只有把你吃掉 否则我会被活活饿死的 没用的 在这里你是无路可逃的 你想干什么 我当时完全被震惊了 这头通人性的母鹿 竟然会跪在我面前求生 看着它流泪的样子 我顿时心生怜悯 啊 算了 我也不吃你了 让我们一起饿死在这里好了 虽然我不杀你吃你 但我们也得想办法从这里出去 你怎么了 哎呀 你这是要生小宝宝了 这样要怎么办 我要如何帮你呢 它看起来好像很渴啊 不行 我只有这么一壶水 要是给它喝了 我有可能渴死在这里的 母鹿终于生下了一只小鹿 它轻腻地舔视着小鹿 湿漉漉的身子 样子显得非常慈祥 哎 这个小家伙生得太不是时候了 它出生在陷阱里 还不是只有死鹿一条啊 那头母鹿在掉进陷阱前 剧烈奔跑了那么久 在陷阱里又吃力地生产 它体内的水分早就化成汗水流了出来 哪里还有奶水呀 算了 这些水就给他们喝好了 不要紧张 要喝水吗 我这里有水 你的孩子是有奶吃了 可我现在既没有食物又没有了水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不行 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然真的会死在这里的 我尝试了整整一天 都没有办法爬出那个陷阱 天黑了 我又累又饿 于是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蛇 真是好险啊 要是被这条蛇咬到 那可就完了 谢谢你了 我们已经是共患难的朋友了 我若是能活下去 再也不会伤害你们了 哎呀 你的腿在掉下来的时候摔伤了 真是糟糕 哎 我真不该追赶你 如果当初不是我追赶你 我们也不会掉进这个陷阱的 真是对不起 如果我们能一起逃出这里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的伤治好的 我发誓 我们在陷阱里待了整整三天 到了第三天 母路又没有了奶水 毕竟我俩都整整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看来我们真的会饿死在这里啊 哦 你想做什么 你这是要把小鹿托付给我吗 可是我也快饿死了 哪里能照顾你的孩子啊 好吧 我答应你照顾你的孩子 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从这里出去啊 你也看到了 实在太高了 我哪里能爬得上去啊 你是让我踩着你的背脊爬上去吗 你的腿已经受伤了 而且又刚刚生产 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我若是抱着小鹿踩在你身上 你哪里能受得了啊 母鹿见阿太在犹豫 便咬住她的裤管 十分焦急地催促她 阿太十分心疼 抱着小鹿踩到了母鹿背上 母鹿猛地一力 扬天长笑一声 顶着阿太站起来 阿太一手抱着小鹿 一手抓着陷阱壁 他士足力气一点一点往上爬 快要爬上坑顶时 阿太身子一歪 眼看着又要掉进陷阱里 这时候他用力将小鹿往上一推 小鹿被他推出了陷阱 你的孩子自由了 我想我是很难爬出这个陷阱了 母鹿趴在土壁上 紧紧地顶住他的脚 他还是没有放弃 突然母鹿顶着阿太猛地向上一窜 他的腿吃力很重 直接咔嚓一声 折成了九十度 而阿太借着这个力 终于爬出了陷阱 你等着 不要放弃 我马上就要来救你 那只母鹿 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 救了自己的孩子 也救了我 从那以后 我就丢掉猎枪 不再打猎了 真没想到 阿太说 你竟然有这么一段 扣人心弦 令人感动的经历 是啊 那真是一头通人性的马路 没错 那头马路不但通人性 她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来 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 都是相通的 谢谢你 阿太老婆 我想你的这段经历 一定会感动很多人 和你一起成为 马路保护者的 我是小卢 以前我在外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 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被慈悲的大师傅收养 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 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 生活超开心 近期家里来了许多跟我相同赃育的狗狗 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 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 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让我好担心 哎 肚子好饿哦 咦 有一个洞 我一好奇就跳进去一探究竟 哇 终于有好吃的了 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传掌八观灾戒 点万灯 供万水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乐法师主法 日期 5月19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礼拜 慈悲药师宝颤 记护生 地点 树林菩提讲堂 地址 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 连的电话 02-2688-5088 02-2688-5088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捷运亚东医院站2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防卫备有效在超间排位 供大众填谢 生命电视 彰化圆林中心举办 恭送阿弥陀经 即慈悲诗实 恭请战乐法师主法 日期5月21日 经济二 下午1点 地点 彰化肉品市场 彰化县西湖镇 宾河街76号 电话 彰化圆林中心 零四八三七八二零六 零四八三七八二零六 彰化中山中心 零四七二六五二六六 零四七二六五二六六 彰化和美中心 零四七五六四八三三 零四七五六四八三三 彰化永靖中心 零四八二四一六七零 零四八二四一六七零 彰化中心 零四七二七八九八零 零四七二七八九八零 苗栗菩提道场 零三七三三六零二六 零三七三三六零二六 法会备有消灾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血 零四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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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